老妈,你小心点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女孩 从接触自媒体到现在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呢 我非常的感恩来自五福四海朋友们 对于我的支持和鼓励 一路以来呢,我都是在感恩的路上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呢 都知道我出生于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家庭 父母双方呢,都是残疾人 大家在我其他的视频中呢 就是看到我母亲呢,双脚变形 我呢,以前的双脚都是和她一样的 我在八岁之后,双脚呢,就变形了 然后我身体的重量已经支撑不了我走路 那个时候行走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奢望 现在你们看到我虽然很艰难 大家,但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呢,稍微比妈妈好一点 其实以前我们的情况呢,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在各方面的求助下,做了脚型手术 得到手术的改善 现在就是手术之后呢,我的双脚还是一样没有力 最大的成功呢,就是能够让我多多少少的能够行走 现在的我承受着的是一家三代残疾的命运 我每天呢,就是坚持分享视频 也希望多多少少的能够有收益 减少这个家里的负担 就是我也试着去适应朋友们 适应网友们的提议 我这一个月呢,分享了我的生活视频 说实话,生活视频真的非常的艰难 经常性的摔到爬来爬去的 大家就是看到我和妈妈在地里的视频 我相信就是大家看了呢,都会心疼 我发的每一个视频呢,都要得到平台的推荐了 大家才有可能去看到我 所以老粉们对不起,我不能去适应你们 因为我适应你们了,我就没有收入 像我这个月,我每天爬来爬去,摔来摔去 其实最痛苦的人是我 但是看到我的收益和我的付出不成正比 我每天呢,都在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 所以我还是恢复到以前口播的方式和大家诉说 如果大家不喜欢看的,可以画过 我现在31岁,长期了30多年 在我人生的路程中呢,太多太多的心酸 可以说一本书都写不完 但是我却用我的坚强,力志展现给你们 就是这样的路程中